所以很多人说师父 我们的信愿要从哪里建立来 从这个地方建立来的 这个真的 你看过去 我们有听过我们师父上人讲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人得了癌症 他得癌症 你想一想 得了癌症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 人在环境在这个时尚 没有人愿意生病的 没有人愿意生病 因为生病很苦的 所以很多人说师父 我宁愿在这个生活当中 过得简单一般 他们千万不要生病 病是假的痛是真的 真的啊 你想一想你说头痛 头很痛 他很痛苦 真的 但是你不能把它变成你自己的障碍 变成你自己的障碍 更加痛了 癌症更加深入了 你看他天天拜佛 他拜得很辛苦 天天拜佛 发愿 我一天要拜八百万 刚开始没办法达到 每一次要拜佛的时候 他很痛苦 太痛苦了 到最后 因为他的信心 对三宝的信心 对阿弥陀佛的信心 他的力量慢慢的增加 所以他能够达到他的愿望 每天八百万 没想到 你看拜了一段时间 突然间他的汗 流出来的汗 都是黑的汗 而且黑的汗都是很臭的 真的 当他汗流下来都是黑的 当他汗所闻到的就是臭的 别人都闻得到 他自己闻不到 让他更加的现现 我们今天 当你遇到这些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这种的精神 来障碍你 不会的 所以我常常讲 我们今天学佛 最大的障碍 不是外面的这些贪嗔是慢 不是这些的自私自利 不是这些的烦恼 种种的 最大的障碍 我们今天学佛的人 就是什么 对三宝没有信心 我们一般讲的就是 对三宝有怀疑 怀疑就是我们学佛的人 最大的障碍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看 我们这部弥陀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三之两你必须要去记住 首先第一条经叫你要信 为什么要信 要把你这个乙能够化掉 化出 你才能够进入 所以每一部经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所讲的经 一定要从鲁士文文开始呢 就是教你要先建立你对三宝的信心 你如果对三宝没有信心的话 那其他就不用免谈 你就不用讲了 因为没用 所以一切法都是以信为入 你没有信对三宝对佛的教诲 你都没有深信的话 我们怎么能够入门 那是不可能的 那现在我们念佛有没有真信 也不一定 我们今天在学佛 有没有真信 也不一定 今天我们只是因为 念佛不错 当你遇到境界的时候 你还会对三宝有加心吗 你还会对三宝有信心吗 就算我们遇到这些境界 我还对三宝有信心 你那个信还不是真信 所以很多事情 尊敬的这些同修大德 我常常讲的 学佛都是在生活抹炼的 在生活里面能够融合而已 能够深入 把这些的障碍变成自己的力量 你要记得 将来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它都是你的力量 让我更了解 让我更加信心 我今生选择念佛法门 我这一生选择了生死出三阶 更加的信心 让我明白 这个人生是苦的 让我更加 这一生发愿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更加的用功努力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的精神来想 你想一想我们学佛的人 我相信 你念佛这一生 不但将来会有成就 而且将来会帮助很多人 所以我们很多事情 其实做在我们的眼前 自己没有去发解而已 所以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简单给大家来分享 真的来做一个分享 我们学佛 如果在表面上下功夫 那你所学的东西 你就不会得到了 你只是跟阿弥陀佛借一个善缘 修一点福报而已 真正能够了解 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阶的 那是给帮不上忙的 能够帮助我们真的解脱了生死 靠的就是你那个功德 刚才我讲 功就是功夫 什么功夫呢 你能够断而修缮 你能够把这些污染的心 从你的身心污染的这些 能够成为变成你自己的清净心 把这些的内言变成你自己的功德 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德